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像这样一个少年同志的议题 它在新闻性上面是足够了 它的这个议题在许多主流媒体的 作为新闻题材的时候 经常被特别的处理 放大的处理 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丑化的处理 或者是刻意弱化的处理 但是在公共性上面 究竟他们在公共论坛上面 在我们这个社会广大的公共空间上 有没有放在一个位置 是可以被讨论 被对待的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你探讨的主题 公共电视频道在12月20号开始 有三部和青少年有关的纪录片播放 而其中一部就是美丽少年 今天我们现场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 一起来谈少年同志这一个议题 虽然他目前是在一个话题的层次 一一为您介绍 第一位要跟您介绍的就是 我刚刚提到这部纪录片 美丽少年的导演 也是同志纪录片导演 陈俊志欢迎你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要跟您介绍呢 是来自长庚医院精神科的医师 张学霖 张医师欢迎你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好 第三位来宾我们邀请到的是 中央大学英文系的副教授 同时他也是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 召集人何春瑋何老师 欢迎你 大家好 好 我想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先看一下公共电视 新闻部的记者陈佩瑜 他用一些过去发生的事件 或是一些新闻题材 为您整理一下 同志的题材 在社会上 我们所理解的是 怎么样被处理跟对待的 一起来看看这段报道 前年十一月 同志作家许又生和他的外籍男友 举办了一场台湾空前的同性恋婚礼 这场婚礼不但替同性恋者现身 争取婚姻权益做了一个示范 也让以往隐身在旧台北新公园角落的 同志话题 公开受到世人的注目和讨论 受限于同志现身意愿的影响 目前国内并没有精确的数据 显示同性恋者的人数 但是由美国大约1%到4%的比例来看 一般认为台湾的同志比例 可能也在这个范围间 不过能够像许又生这样 公开受到祝福和爱吕双宿双飞的同性恋者 恐怕很少 而目前媒体所传播关于同志的讯息 依旧没有摆脱昔日的负面描述 今年十一月 宜兰发生大专身同志 因为感情跳楼的意外 被大篇幅的报道 而同性恋者受到家人阻挠 双双殉情的事件 也常被放大处理 随着同志议题逐渐走出阴影 国内也有同志 开始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 爱吕双飞 同志欢聪 同志欢聪 去年六月底 有一些同志站出来 在街头上举办一场 欢庆同志乐的盛会 而同志导演陈俊志 也在今年先后推出 不只是喜宴 与美丽少年这两部纪录片 首次把台湾同性恋者的心声 真实地呈现大众面前 虽然推动同性恋人权的呼声 有增高的趋势 但是对大部分同志来说 社会的接受度依然有限 在陈俊志的美丽少年中 就点出许多同志 在青少年时期 初出探索情态的阶段 遭遇到的恐惧和压力 我以前都很怕人家知道 然后我第一个跟人家讲 说我是Gate 所以我还还跟他说 就是我好朋友跟你说 我跟他说 我跟你讲的是你 你不要害怕 什么事 我是 双性恋 我还偏常说是双性恋 这样我也比较好接受 有这些 你就不会想要跟你们 i-fi 没这个必要 可能考上大学之后 为什么 大家来我家提醒 没有 没有啊 因为这样子才不会觉得 负担那么重 因为考完大学之后没压力 换那个屁事 对啊 有啊 你通常是可以拍别考 这样父母亲也会比较接受啊 对 毕竟他们是中年 想法一定是比较 无法一定 而即使幸运的被家人接受 但是这些青少年同志的父母亲 内心仍然有份对现实的无奈 我看不见那时候 他们在跟我说的都这样 他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说 双子你很好的 我跟爸爸跟妈妈 我都不敢跟他说 只要我留在我旁边 留在我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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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 我也在想 我的孩子如果我旁边 我旁边 应该要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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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死女儿就是 她的性相就是这样 那么就是父母的不对 死人了 你不敢相信 她的性相比正常的 你怎么能怪我 我 那时候我会用什么 我会给她 我虽然可以接受 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 去跟人家讲说 我儿子是你 所以 我还是很爱过 出柜现身或许不见得是同性恋者争取平权的必定 但是从这个例子可见 同志要得到大众平等对待 现今看来 这段路途可能是既遥远又艰辛 我们刚刚在这段报道里面 真的陈导演的同意 用了纪录片的一些片段 我想先问三个来宾很快的问题 在这个纪录片里面 您看到的是什么讯息 何老师 我运气比较好 因为我看过这整个影片63分钟 我看完以后 其实觉得蛮羡慕这一些人的 因为我觉得即使是在一般的家庭当中 也很少看到有父母亲和子女 能够有这样一个沟通的环境 尤其在这个第三个故事里面 前面两个故事里面 少年人所感受到 他们没有办法告诉家长 他们的同志身份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 因为很多少年人有很多事情 不敢告诉家长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的 不单单只是一个同志的问题 而是一个带肩的问题 就是到底成年人对于少年人的管辖 有多么的严重 对他们的控制有多么的深 以至于少年人有很多事情 不能够跟父母亲讲 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 比较有趣的是说 它显示出来一个人 他怎么样纠缠在他周围的人 人的人际关系当中 他跟同学的关系 跟朋友的关系 异性的同性的关系 家人的关系 一起玩你的关系 人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说他有什么问题 有怎么样形成 不是用这种方法来探讨 而去看是他怎么样坐落 在一些很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内 怎么样构成了他对他自己的感觉 而这一群美丽的少年 真的是很伟大 因为他们是很自在的 对于自己的身份很坦然 也对他家人的互动非常自在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这个故事 应该看第三个故事 小炳的故事 他跟他父亲讲话的方式 我觉得很多青少年都会希望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 有这样的一个家庭 好 那何老太后 就直接先顺着刚刚谈到 如果说他们是坐落在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环境 不过这社会总的一个坐标上面来讲 你看到的是少年同志 或者少年人他面对这个总的坐标 是用哪些取向来看待这些少年 那何以在你的纪录片里面 你找到这一些 他有一个不同的方式 自信的方式去认知 究竟他自己的这个性向是什么 其实刚刚看到这些片段 我真的觉得片中的少年 非常非常的勇敢 因为我常有一个感觉 这一部台湾第一部 青少年同志的纪录片 之所以能完成 绝对不是因为作者 而是因为片中的少年 跟他们的家人 就他们对他们同志的身份 的自信 让他们决定 他们一定要把这部纪录片完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的社会的坐标中 完全没有看到青少年 同志性情上的可能性 我之所以会那么 积极地花十个月的时间 几乎都没有需要 再做这部纪录片 我觉得就是源于 我的青少年时期 我的男同志的身份 完全是被台湾戒严掉 然后消音掉的 我想讲一些动机 就是说我的那种可切 要建立同志文本的 那个来源 在1996年 我看到了一个全国性的 非常一个很大的基金会 他们赞助的台北市 1996年台北市中学生性态度调查报告书 在那个调查报告书里面 一百多个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是有关同志的 你的意思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是有关于 他对于他自己 不管是在情欲上面 或是性向上面 或是说性欲对象上面的一个问题 对 全部都是以异性恋为假设 那我就会来想 我国中的时候 因为他的取样很广泛 可能是两千多个中学生 我国中的时候 我如果填那份问卷 国中的我一定是在填一个 没有我的位置的问卷 我在作假 我在想像我是异性恋 我该怎么填这份考卷 我觉得任何一个台湾的少年 都不应该这样被消音 不应该这样被戒严 那接着呢 除了那个 1996年心态度调查报告书 完全看不见同心恋之外 他唯一一百多个问题 唯一有关同心恋是 你觉得同心恋跟艾滋病的关系是什么 那 所以这个就 你用这样两个例子解释了 你看到这个社会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为基础的话 大概是放在一个什么位置 什么座标上面来看少年同志的 就是台湾的社会 假设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同心恋者 好那是96年 那现在我们马上就再过几天就是99年 很多人都喜欢跨世纪 一切好像都立刻跟这个世纪不同了 在你这个纪录片完成的时候 你看到的 目前这个大态度还是没有变 就是因为看到越来越多对同志 青少年情欲的否定 我才觉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面的 有同志发生的文本 今天讲了一个对不起 先打算你讲一个蛮有趣的正面的 很多人在看同志问题 就会这个这个正面 也有不同的 很多人站在不同的角度看 我字面先回到张医师说 在这个秋天以来 有很多新闻 那是在学的学生 其实他们有的人已经是接近 成年人了大专生 在这些新闻事件发生以后 那么因为他们有的人已经表明了 他们是同志的身份 那有的人是自杀之后 那么家长或者是媒体去揣测 去意测他们是不是过去在这个 性向上这一方面是同志的 在这些新闻发生之后 您曾经也投诉报端 您认为这些新闻 其实是错带了这一个问题 其实我想刚刚陈导演讲的 很没有很正确 就是说目前台湾 一直是否定这样的情形 那在这些事件之前 其实在过去几年 我自己在当精神科医生的 成长过程当中 在美国精神医学会 还是认为同性恋是一个疾病 那一直到近几年来 才把这个观念改过来 认为他只是一个认同上的 一个不一样 所以即使在精神科医生 本身去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都有很大的变化 这几年 所以在目前这些自杀 或者是说同性恋的 一些情感的纠纷之前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 同性恋的青少年过来 向我们寻求帮助 那我想在成长的过程 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也许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 在一个白人的社会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小人 麻痹症的人在一群 呃绞走的非常好的人 那甚至就是说 你觉得你喜欢的是一个同性 而不是一个异性恋 在小学的时候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陆陆细续在小学 国中高中都会有这样的 呃个案过来寻找帮助 那有的是父母带过来 那一直到大学 他可以自己主动过来 所以我觉得 嗯 他们的成长过程 其实是非常辛苦 也需要被尊重 被接受 是不少年在这个 少年这个阶段 因为他本身这个主体性 哦 不管是父母跟他的相对关系 或是这个社会看少年 这个态度 所以实在他在门诊的时候 很多是家长陪同来的 对 你可不可以一般的讲一下 说这些家长 他是怎么样 看待这个问题 那我想他们会带来 精神科门诊 已经说明了 一部分的观点 那么但是带来之后 你所给予的治疗 或者你能够提供的帮助 为这些家长来讲 是不是他们要的呢 大部分的家长 会把他扭送进来 我们精神科的门诊 是希望说 医生你把我的孩子 变回正常 他们会用这样的字 甚至我们会看到 就是说 父亲毒打他的毒子 因为不仁传宗接待 他的观念是 我的儿子这样子 那我下半辈子怎么办 我们看到的 父母亲带过来 都是希望 可以去改变 他的儿子的信认同 但是在我们所提供的 治疗上面 我们并没有那个能力 那也很困难说 去改变一个人 这样子的一个 性别上面的认同 那一般我们比较是希望 就说去协助这个 同性年的青少年 或者成人 去接受说 他自己的一些情况 那自我的认同可以形成 让他可以去适应到 这个社会 也帮助他减少 跟父母之间的一些 挣扎 或者是说 这样子的纠缠不清的 一些情感上的困难 我们的治疗重点 并不在于说把他变回 大多数的一些年 而是去尊重他 希望他接受自己 我想那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你支持我想 因为何老师 您在学校 我们从秋天以来 这些新闻看到一个 就是说当学校的反应的时候 学校他会表示 遗憾跟难过 那我们也相信 原因像有很多老师 是真心的难过 因为这个还突然 在座位上消失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反应是说 如果我们早点知道就好了 我们的辅导师 从来没有接到这个个案 在现在这个学校的这样一个 因为学校代表是一个 社会比较稳定的价值 即使在他进入 他发现了这个 进入他的辅导体系里面 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或者他带给学生 少年同志更大的焦虑 你在学校里 你怎么样 看学校能做什么呢 我其实觉得很有趣 因为往往都是 我们发现 有一个青少年 或者一个学生 有同性恋倾向的时候 就会有同学 或者师长 或者父母 把他送到辅导单位去 其实真正需要辅导的 不是青少年同志 真正需要辅导的是 他们周围这一些 觉得他有毛病的异性恋 因为我觉得 这一些异性恋的人 常常在那里梦想说 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同性恋 或者这些世界上 所有的人应该都像他一样 那我觉得这个有一种 妄想自大政 就觉得天下的人 应该都跟他的立场是一样 位置都是一样 从前我们在政治上面 遇到这种人的话 就是他认为什么 一定要杀猪八毛 反共到底那种 那种人 我们都说他现在是有毛病的 我们觉得他已经 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所以我觉得我们 或许真的要辅导的 是那一些 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没有办法面对现实当中 就存在着同性恋 就存在着青少年同志的 这些异性恋者 我觉得他们很需要辅导 很需要帮助 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现实 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 那我们现在辅导的体系的话 往往还是把同性恋者 当成是一个病原 所以辅导的对象是他 我倒觉得完全错误 我们应该辅导的是周围那一些 完全不面对现实 漠视现实 还要故意去扭曲现实 塑造现实 这一类心胸狭窄的异性恋者 真的需要被我们 好好地给他辅导一下 如果把少年同志的问题 放大来看的话 因为您现在主导 这个中央大学性别研究 这个研究单位 如果我们以青春期 这个阶段来看 其实它是一个对情欲 还有对自我这个探索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时刻 在这个时刻里面 其实不管他是同性恋者 或是异性恋者 少年本来他就遭遇到一些 因为这个社会的对待 或是说这个价值观的对待 的一些共同的困扰 这在你的研究经验里面 那当然了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 一个社会的话 待肩的这个差距 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待肩的人权 也非常不平等 所以对于比较年轻的人的情欲 长一辈的人总是觉得 需要加以管辖 长一辈的人总要 他的人生的安排 希望这个少年人 按照什么样的道路前进 可是我觉得 尤其在这个阶段的话 或许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为这些青少年 为这些在探索情欲的人 要提供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可能 更多的肯定 好让他们在探索的时候 不要那个得失心很重 也不要好像 怕这个怕那个的 好像有一些想去 可是又不想去 蹉跎一生 我觉得像这一类型的 在情欲上面 受到限制 因而没有办法肯定自我 没有办法好好地发展 一个很快乐 很健康人格的例子 我们看到很多 看到太多了 情欲的探索 他本身有个开放性 就是说在这里 当然因为张医师 是今天我们在场的议事 可是因为您是精神科 我不晓得又可不可以谈 就是说情欲探索这个阶段 当然也有人说 有的人会不愿意 这个问题谈得太多 他愿意谈得太多的话 会不会很多少年人 他本来不是的 因为少年人本来 他也有很好的 这个女性跟女性的手帕胶 或者说男性跟男性的 同志情义 就是另外那种 属于比较袍子 或同志情义 就是说 在情欲探索的这个阶段 他怎么样去分辨 跟探索 因为如果他接受到 他所能帮助他做 自我内在探索的讯息 都是定于一尊的话 那么何老师谈的这个探索 他的可能性在哪里呢 他怎么样去分辨呢 为他的自我分辨来 他如何去分辨呢 其实在青少年的初期 我们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女校或者男校 单一性别的学校 本身他们就会有很多 类似同性恋的行为 那可能他在没有机会 交男朋友之下 还有很好的手帕胶 那在许多青少年 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行为 那这个在金赛 美国的金赛 他的研究当中 有被证明过 他们的确在青少年时期 会有这种现象 那很多在青少年 在成长过程中 这个就没有了 也许还有机会 交到异性的朋友 他这个行为可能消失 但是也有一些人 这个行为会继续下去 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很多青少年朋友 到最后希望站出来 站出来像 他周围的人站出来 要像他父母的亲人等等 承认他是同青年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是 他必须这样子问自己 所以我们在 以精神科医生的立场 我们还是有在处理 那我们会问这个个案 比如说他是青少年的同志 就说要比较深入的 去了解他的性幻想 当他有手淫的时候 他的幻想的对象是怎么样 就是说而不只是说 谁跟你感情最好 你最喜欢谁 谁你有问题 你找谁 这样情感的层面 而比较会牵扯到 比较深的性欲方面的 还有他的性方面的一些幻想 那如果说他这些想象的东西 都是以同性为主 那甚至他已经有同性 的性行为出现 那就能够比较去确定 我可不可以就说 我很想去总结 不过说是不是说 至少探索 就是要发出这个问题 他愿意去发出这个问题 对其实很多 他们自己就会很困惑 我刚刚因为听到性幻想 这个话题我觉得蛮好笑 因为刚才医师是提到金赛报告 也许医师不太熟悉 海地报告 女人的性幻想里面 其实对于性别方面 是有很多样的呈现 那就这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 回头去问问看 我是不是异性恋 我怎么知道我是异性恋 我的性幻想里面对象 是不是都是异性恋 如果我的幻想对象里面 还有在这个性幻想里面 如果你的对象是异性恋 可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你扮演的角色 却是一个蛮同性的角色 那又怎么办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变数 那我比较纳闷的是说 每次到了这样一个 节骨眼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追问 这个青少年同志说 你确定吗 你真的知道你是吗 可是我也有点觉得 诶 成人真的很清楚吗 成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为什么这个质疑的对象 总是要不就是青少年 要不就是同志 要不就是性很活动 很活跃的女人 反正就是跟这个社会的 主流不太一样的人 就要被大家质疑说 你确定吗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心智慧成熟 你是不是没办法决定 让我来帮助你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个更大的 开发性这起点 其实整个社会 也许都适合 就是说至少在想法上 你可以去翻一翻去想一想 不一定是谁 应该要先去翻一翻 想一想 先去探索 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先选定了 某些人有问题 所以先去质疑他 而这里面假设的是说 我自己没问题 我是完全确定的 我从来不会混淆 我从来心幻想里面 都是单一的一种性别 而且还同一个人 不过这个选定 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这个社会讯息 他所建构的这个 就是说 比方说一个青少年 或是一个少年 一个孩子 当他在面临着青春期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开始去想 去探索的时候 他认为什么样的想法 是正确 他是根据那些讯息来 所以讯息本身 好像还是应该是 不过这又有一个循环 讯息本身应该是 怎么样的被讨论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 他常常从反面 来认识自己的话 他最后还是可以 认识自己 可是那个过程 会充满了这个挫折感 跟焦虑 那不晓得后来 是不是有很强的 这个自我否定 如果我们看到 少年同志这样的话 在你所接触的 因为你拍到了一些孩子 他们现在是站出来 然后至少在这个阶段 他们认为自己 是少年同志 那么你有没有接触过 一些少年 就是他是从很多 反面讯息来认识自己 那这个过程就带给他们怎么样 跟其他的少年在情欲探索上 不同的压力和焦虑 我觉得刚刚讨论的脉络 就是说好像都是异性恋思维 就是说我是读外文系出身的 我等我成长以后 我发现原来英国 美国文学史是异性恋男性的文学史 就是说没有女性的声音 没有同志的声音 而当我比较成长以后 我发现其实文学史上 每一个原来是异性恋男性的人 他其实是衣柜男同志 那这个发现的过程 不会是异性恋主动去发现的 因为异性恋一定是继续去巩固 那个既有的资源 那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在台湾比较成年的 比如说我30岁以上的男同志 我们在我们的小时候 我们能接触到的异性恋文本 绝对是我得去图书馆 查变态心理学 在变态心理学上查到 我原来是一个有变态心理的男生 所以你是在画出来的某一个区块里面 看到你的位置 对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 就是说必须被放在书架上的那一个 没有人就是在他那么小的时候 就必须被定罪 那到1998年的今天 虽然我不再被放在变态心理学 可是下一代的青少年同志的处境 有比较好吗 我不这样子觉得 我举一个例子 这是1998年5月出版的 皇冠出版社出版的一本 很流行的青少年的性别的书 东海大学社工系的副教授彭怀珍 把同性恋放在性骚扰的那一张 然后教导青少年怎么样避免被同性性骚扰 这时候我知道了 1998年的我不再是变态心理学的那一个 而是被放在性骚扰的那一个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还是很多少年会从反面的教材来找 其实我都觉得如果是陈俊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在他的影片当中呈现的这些青少年 正是没有从负面的讯息来建构他自己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几个青少年 他们其实很自在 当当有人讲说他们站出来了 就是好奇那是如何建构的呢 我告诉你 从前比方说在国民党统治 我滴水不漏的年代当中 有很多人是读中央日报 而获取国际消息 读中央日报而知道中共在做什么 读中央日报而知道很多反面的消息 就是说你怎么去操作 对 就是有一些人 其实他们因为他们的主体位置 跟主流不太一样 所以他看事情的角度 是持着怀疑的角度 是持着从戏缝里面去读意义 所以他们读中央日报 可以读到很多反面的消息 知道我们给哪一国的邦交不稳了 虽然中央日报说绝无问题 绝无问题 可是读的人就可以读出这中间 有些蹊跷 所以我倒觉得 我不一定到变态心理学里面去读 同志的东西 作为一个同志的位置 他搞不好就在听一个非常异性恋的歌里面 爱如潮水 哭海女神龙 他都读出同志的讯息来了 对 那在这里面 如果顺着这个话题的话 因为在这个张一提到 你的名字里面 有很多是家长带着来的 那你所提供的解答 或是你试图给予的一个帮助 为家长来说 他不能带着一个满意的答复而离去 那如果像何水老师刚刚提到这个 其实像如果是以家长或成年人的社会 他原来不是站在那个角度跟那个位置 那个观点 可是他们又是建构这个社会主要讯息 主要文化握有这个发言权的一群人 或者是说是握有媒体的一些人 在财经这各方面的这个社会结构上 所以为这些人可以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想人 其实我是比较同情这些 身为同性恋的小孩子的父母亲 我非常同情是因为人都会害怕 他所不了解的东西 那人都会怕一个少数的东西 因为大多数大家都会把大多数认为是正常 所以我是觉得 对这些父母 我实在是不愿意多责备 即使是今天早上 还是有父母会打电话过来 对于他国中的小孩 他非常焦虑 那我想以一个异性恋的父母 他去看这些事情 他绝对是不是他可以想象的 那这些父母本身的成长 就像何老师讲 他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下 他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以我们一个精神科医生的观点来说 的确同性恋是比较少 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 那女同性恋可能又更低 人对于这么这么少的情况 他没有机会去接触 一定会有恐惧 所以在同性恋 他站出来 也许不应该用站出来 因为他们一直都存在 而是让人家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必须同时去想到 那百分之九十的人 他的恐惧 他觉得别人跟我不一样 所以这个短时间的冲突 我们是觉得一定会有 那这条路的确是辛苦 那我只是 像今天早上 我会劝那位妈妈说 那这毕竟是你的孩子 他只是一个谈恋爱 只是他谈恋爱的对象 并不是你可以接受 那不否定 他是一个好孩子 他是一个好的人 那我们重视的 以精神科医生的立场 我们重视的是 你作为一个人的能力 跟你作为一个人的健康性 你爱的是谁 对我们来说 那个只是你的适应上 你的选择上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 你会以这个 你会提供这个母亲 用一个他孩子的感情问题 或是他交友问题 这个方向去思考 你的孩子爱吃辣 跟他不爱吃辣 你不会去否定你的孩子 他爱一个同性 跟他爱一个异性 我想你去用不同的看法 感觉就会好很多 还有社会上 还有很多人 其实他本身 他周围可能没有这些朋友 就他没有去发现 那么他自己的下一代呢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很多人 当你问他 在这个理性上 跟知性上的话 我们听到很多是 不鼓励不反对 尤其在这一次 我们刚刚经过一次 整个社会政治的浩劫 用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也有很多政治人物 被一些同志团体所邀请到 问到这个话题 我们听到不鼓励 跟不反对 是最标准的答案 不鼓励跟不反对 是一个很多人喜欢用的语言 特别是那些在想法上 可以影响别人的大人物 不鼓励不反对 你们看到这个背后的想法 是什么 以医生的观点 我们认为同性恋 是一个生物性的因素 就是说他如果是 他应该在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大部分的研究 尤其是加州大学 最近的研究 会认为说 他整个脑部的构造 在胎儿的形成过程当中 就有不同 那虽然还在研究过程 那如果是这个观点 不在乎你反不反对 或者你赞不赞成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应该去接受 然后去尊重人的差异 那你反对跟你接受 他都在 这没有什么意义 这种生物论 我比较担心的是 一旦有提出这种生物论 的说法的话 不 他们马上就会要求说 那鉴定 就好像DNA鉴定一样 于是到这个鉴定 当到这个鉴定 这个结果眼的时候 就不一定有这么顺畅的 他们就马上接受这个结果 因为在鉴定的过程中 医学里面 你会担心有很多 医学的政治会进去 对啊 其他政治会进去 还有就是父母亲还会找寻 比较适合他的立场的 那种医学 其实我有点觉得 当我们用生物论 这种说法的时候 其实像在清朝末年的话 大概革命党 就是生物上面 就是它是革命党 它有问题 它心理上有什么毛病 在一个社会里面 当然有少数的人嘛 当时满清末年 革命党也是少数 而且绝对不是十分之一 搞不好还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 可是事实上 这些人的努力 却会使得整个的局面改观 所以我觉得现在用 人数比例比较少啦 你年纪比较轻 还没决定啦 或者说你搞不清楚 自己在做什么 用这种理由来说 你慢一慢 你等一等 你不要太快决定 我觉得这种说法 都已经说不过去了 成年人开始要学会 怎么样去做家长 大家做家长 不是生出小孩 就自然就会 如果我们谈不鼓励不反对 不鼓励 另外一个话题就说 不鼓励不反对 它比起鼓励 那是拿着摄影机的我 自探不如的 怎么说呢 我常跟着他们在台北市 少数仅有的 同志情欲地址里面探险 比如说我会去的 Gay Bar一定是老人吧 就比较老的 那他们去了 因为他们没有消费能力 所以他们去的是 比较便宜的 西门町的平价的Gay Bar 泡沫红茶 他们立刻遇到 第一个问题是 他们被青少年宵禁了 所以他们是双重的弱势 第一个 台北市政府办了那么多 一心念少年的那些 标舞 什么什么 同性念少年的位置在那里 所以那意思是说 这个记录片面 带出了他们自己的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讯息 他们的文化 对 他们第一个 必须跟一心念社会作战 第二个 他们必须跟 青少年的这个 弱势身份作战 那我会有个问题 是何一两位 或是三位都可以 会这么乐观 就是说 也许他仍然是继续的 被处理 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纪录片 反正在台湾 没有很多的纪录片人口 或纪录片的观众 那么也许也只有 研究论坛来这么谈一谈 那么这个纪录片 就放在那 最后进入一个档案 archive的这个资料里面 怎么样 他有可能创造一个 在同事运动里面 他可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他可能创造一种对话 或者他可能 有任何的影响力 对于任何这个商业媒体 当然他在处理同志讯息的时候 他会得到一个参照 我想先问张医生 因为你 你对于报纸上处理的这个方式 一直有很多的感慨 对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是 当我在成品的时候 看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会觉得就是说 他应该到学校去 因为在台湾 大部分的同性恋成长过程中 没有很好的正面 认同的对象 他必须去认同一个异性恋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说 我想和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 就是可以这么正面的成长 那这个正面成长背后 我想当然电影没有拍出来 是他还有许多负面的东西 那也许在呈现出来的正面的部分 至少对许多青少年的同志来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几乎没有这种人可以认同 那其实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许多很伟大的人 他是同性恋 但是这些人他的这一面 在历史当中有意无意之间是被遮盖掉的 那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 不管你是一心恋还是同性恋 如果你没有人可以去认同 你一旦发现自己是一个报上写的 这是很变态的人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人 我想那个对青少年的冲击非常的大 所以我会觉得这部电影 它的重要点在这边 那也是说在报纸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因为这部电影 那青少年同志可以比较正面的去走出来 那也可以影响到一些新闻的从业人员 影响到他对事情的看法 我们在这边再看一则这个新闻报道影片 是一个整理的报道 我们谈到这个少年同志跟同志 那么其实变装也是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现象 虽然他可能在很多娱乐跟综艺的节目出现 是提供娱乐的 但他后面还是有一些性别的讯息 我们来看这个整理的报道 摇摆着柳妖 脸上涂抹着娇艳的浓妆 你看得出他们是男人吗 扮装秀这种颠倒男女的表演方式 这几年在台湾相当受欢迎 除了已经打出国际知名度的红顶艺人外 目前也有一些是由年轻人组成的剧团 不定期在小剧场的表演中穿插扮装的题材 这一场就是前年11月在台北敦化南路的成品书店 由红绫金粉 白雪综艺团等几个表演扮装秀 比较有名气的剧场团体大会串 在狂热的周六夜晚 卯足全力表现性别扮演和欲望流动间的各种可能性 虽然是男生扮演女生 但是这些演员对服装和肢体的呈现 不但不比一般女性逊色 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许多扮装同志都承认 舞台上的表现和舞台下所认同的自己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高中吧 好几年前 快十年前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粉色系的 可能像粉红 粉黄 就是橙色这样子 我觉得很好看 因为我自己也画画 可是那时候穿出去大家会觉得 比较奇怪 就是男孩子穿这种衣服 其实所谓的正常不正常这种定义对不对 我以前可能还会在乎 可能就会说 所谓的正常是什么不正常是什么 或是可能心里面会受挫 不过现在不会了 因为心里想说 如果到了现在还有人在想说 这是不是正不正常 那他可能退落我 我自己的衣架子 应该是穿女装 装中心一点的服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他没有胸线或什么的话 我觉得男装女装应该都是无所谓的 只是适合我自己的衣服就好了 不过他们也透露 这些打破性别界限的喜好和行为 常会招惹来异扬的眼光 我就拿走地包在街上走 然后头发 那头发到这边比较长一点 就走走走走 就遇到警察在领检 警察我一反应就是拿出身份证来 然后我就 当然我一反应是 没错大概只是一般的领检 对 就拿给他看 因为其实走路会被领检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就拿身份证给他看 他就问了一些有的没有的问题 好像他不知道是怀疑我是什么 废庸太老还是大不脱步我不知道 问一些零零碎碎的问题 其实我后来 其实问到后来我才发现 他其实想知道 就是说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们女人常骑在外头打仗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 大概都有一点各种想要试试看的欲望 想要有一点夜鬼的欲望 想要 虽然我是异性恋者 可是想要有一点同性恋的欲望 想要有一点扮装的欲望 想要有一点变成女性的欲望 那这些欲望都是被我们道德所压抑的 可是他们的出现 又把我们的这种好不容易压抑好的道德 好不容易压抑好的欲望 然后又挑动 挑动了以后 那种我们自己的焦躁 我们自己的道德的煎熬又出现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投射出来说 他们是人妖 他们是破坏社会秩序 他们是怎么样的 因为他们做到我们欲望被压抑的部分 舞台上的华丽演出 应得观众阵阵的掌声和欢呼 然而舞台下同样的装扮 得到的却多半是一片质疑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 扮装同志说 暂时他们也只能用不必在意来安慰自己 好老师 其实现在综艺节目有很多很多扮装 很多很多扮装 扮装你觉得透露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对社会看性别的这样一个观念 我其实觉得扮装没什么稀奇 因为从古道经反串 扮演各种角色是常有的事情 只是我觉得现阶段大家对于男性扮装成女性 有很强烈的反弹 我倒觉得这里面还有蛮一个性别歧视的现象 因为老实说女生做中性打扮长年的事 那个范晓轩剪个超短头 梁山博与朱英台 对那种还是戏剧性的反差 我说日常生活里面 潘美成林良乐这些歌星 以及我们宋二小姐刚过世的 一身都穿着男装行走 为什么他们有权利打扮成男装 而男生没有权利打扮成女装 这里面还有一个性别差异的问题存在 那我是觉得人本来就有权利装扮自己的身体 打扮成他自己所要的那个形貌 那这个社会 哎又有点性别焦虑吧 总觉得说如果有人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时候 他就觉得大概是他有毛病 从来不看到自己那种将毙的心态 才是有毛病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再继续讨论 好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从公共电视 在12月20号起要播放三部 有关于少年的纪录片 其中有一部是陈导演拍的 是描述少年同志的美丽少年 我们刚刚前面讨论少年同志所处的情境 以及这个社会上认真跟他们对话的可能 在结语的部分时间很短 每位各有将近40秒的时间 是不是张医师您可以先谈一下 我想这部电影带给一些 像我这样子在做临床的时候 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我觉得中央有人可以为这些成长过程中 碰到很大困难的青少年同志们 做一些很正面的一些给他们去认同 也给他们了解到他们有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 另外一种成长的机会 那我会觉得就说这部电影应该就说在推广来 那包括父母都可以去看 那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先去接受他们 他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的困难 情感的纠纷 他对他自己性别 他喜好的认同等等 这些东西跟一般的青少年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他也许中间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需要我们大人去尊重跟接受 那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而不是说去扭曲他 或者是去觉得说这是病害的 那目前对于社会上 我想逐渐有这样的改变 陈大爷 我只很希望也许十年以后 不用再有男同志女同志 那么辛苦的要创造一个正面的文本 而是我们的台湾 我们的岛屿 我们的文化 到处充满着同志正面的文本 同志不再需要 在一个看不见同性的社会里面 在那么边缘的位置 找到自己的主体 因为现在的问题 这个纪录片除了在公共电视频道 有公开的播放以外 之后呢 这个纪录片的命运是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 最重要的是 那个representation 就是在线 我要怎么样让我的美丽少年 被很美丽的在线 而不是被很偷窥的在线 这是我比较关心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很有趣 就是可能大家会认为 一部纪录片就是纪录片而已 他将来的命运 就是在那个柜子上面发霉 可是我觉得 这些快乐的青少年同志 这些自在的青少年同志的存在 他们的身影 他们的歌舞 他们跟他父母亲之间的这种欢笑 跟他同学之间的打闹 都会继续留在看过这个纪录片的人的心中 因为他们的存在 就是最好的见证 同志是在我们中间活着 而且活得很好 你不高兴吗 那你就继续乌鸦嘴好了 不过我劝告你 就是你的乌鸦嘴的日子不多了 我想也许借用这个何老师最后的话 不晓得今天讨论的讯息 是不是也带给您一些印象 这些印象会不会留在您的行动当中 也许在这个社会有多一些对话的空间 跟讨论的可能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晚上八点钟 圆桌论坛再见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